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有些学问又不是那么学术 如果是学术就大家都辛苦了 我都不是很多东西 除了法律 法律悶着大家 或者我另外有些机会做一些系列的法律或者哲学 政治哲学 需要读一段书 所以不是暂时有 不过每个礼拜我都想找个话题讲 有些类似是多个东西的 是lecture性质的 又不要吓着大家 找个大家关心的 跟现在发生的社会各样东西有关 但是又不是说有关到即即即要作出什么决定 这些所谓的关系 不是要做决定的东西 或者要评论的东西 没有一个特定要评论的话题 但是有些东西其实想说很久了 正能量啊 当然啦 正能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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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能量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很徹底的 整个小气氛 现在其实大家都很需要正能量 正能量啊 我够给钱我就有正能量啊 不是这样的 正能量是你的思维 所以你说大家都需要呢 就是说呢 大家怎样增加正能量 你是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那你只能够理解这个世界 或者是个人啦 在这个世界里面怎样自处呢 那这个就是你能够做的事情 但是你怎样想的呢 怎样想的呢 是你自己的问题嘛 你怎样看待那些事物呢 或者你期待那些变化呢 从而希望用你自己的态度 用你自己的信念 改变这个世界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这样的意欲的 潜在意欲 为己为人嘛 我也希望我社会民主一点也好一点 那现在很难搏街嘛 对吧 所以大家就说 哎呀 搏街啊 走啦 或者走就走不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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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平啦 躺平是一种负能量 负能量不是正能量 但是呢 都是一种现象啊 那我们正能量是指什么呢 能量有正有负呢 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正的能量 也都有负的能量 那你简单来说可以说是情绪 但是又不只是情绪的 我们有个基本的思维 就是我要所谓性格决定命运 破除这个东西 破除性格决定命运 认为情绪的决定行为也要破除这个东西 因为情绪原来是你自己控制的 那你没有发觉 如果你自己的情绪 自己鼓励自己有时给自己掌声 突然间好像开心了 你在街头走本来情绪不好 突然间你不如笑一下 笑一下 看着别人笑一下 哎 这个我突然间跑步 有人说 哎呀 对面跑过来的人 年轻人好 老人家好 外人好 外人好 突然间有个人和你嗨 当时的心情 嗨嗨嗨嗨 在外国当然是嗨嗨 在香港都可以的 因为 那为什么他这么开心呢 不然间你 下一轮到你看到别人又很有冲动 就像我嗨嗨 然后对方又嗨嗨嗨嗨 类似 大家有没有这些经验 有 是不是 一定多少 除非你永远都嗨嗨嗨面对人 有些人真是一輩子都嗨嗨面对人 那我就说了 嗨嗨嗨嗨面 问题是如果你试用微笑或者积极一点的态度 你可能心情不太好今天 但是你突然间说 我要令自己情绪好一点 于是你唱一首歌 是不是 唱一首歌 跳一首舞 打一套拳 打一套太极 或者没有两个东西 咬几声 行了 一定行 没事的 所以你有没有发觉情绪真的好很多 那个人舒服了 那天舒服了 每个人都有应付自己的情绪方法 我们小时候 一说就说自己小时候 大家年轻人当然不知道 多大一点就知道 我们那时候哪有心理医生啊 现在的人是不好啊 看医生吧 发烧就看医生吧 接着心理不好啊 走去看心理医生啊 我走去 玩完聊了一段时间啊 或者有些社工啊 叫做counsel啊你啊 很多人都光顺过了 自己又去counsel啊 这个我自大就是会的 就是跟人聊天其实是一种counseling 就是安慰一下人 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你 但是你的过程呢 你counsel人的过程 记住一件事讲了很乐观的 正能量给他 你吵了一声 我有cancer了 你也是死定了 最近很痛的 痛苦而死啊 真可憐 我看过哪个哪个 啊 我太爷子死了 死了 眼睛上了 哎呀 那个 麦叔又眼睛上了 哇 你老母亲 你真是害人不浅 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这样 怎样你都可以说成呢 给正能量的人 如果你想别人给正能量的人 首先你都要自己给正能量的人 近来社会气氛呢 其实就相当不好 有什么正能量啊 但是你 我都很多谢各位听我视频的人 或者听我这些lecture的人 很多时候留言都说 哇 我听完你就舒服一点啊 其实呢 你说这句呢 我是最开心的 在这么多种留言 这么多留言 哎呀 你厉害 你聪明啊 你真是好东西了 啊 我很喜欢这些 这个我也很喜欢 但是呢 我最觉得 啊 你听完之后觉得 哎 舒服了 觉得世界有了希望 因为现在我是讲政治嘛 讲政治那些人呢 就是呢 最多呢 就是讲负能量的东西 是不是 比较多呢 不行啦 香港死了 日日展示给你们看 周围展示给你们看 这里不行了 那里不行了 香港又不行了 我也有讲不行的 但是我是一个客观的 不行之余 那我要给一些正面的能量出来 就是自己要小心啦 讲完不好的 一定要讲一些 喂 都不是这么差而已 你层楼还卖到 怎么能够说很差呢 是不是 跌了 跌了 市值跌了 是不是 或者你的股票跌了 整个股票市场跌了 那你正面去想 跌了一成而已 我的老板都尚在 还要很久玩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我都赚了啦 那你的思考就变了正能量了 不要整天都说 明天就跌了 走啦 走啦 走的人都是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 大家都面对朋友去走 好的不好的走 走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送他 哭一会儿又是哭 又一会儿 鼓励他一会儿 我们迟些回来 煲底再见 江湖再见 明天我就去英国探望你了 你放心 其实很多人没有去 二十年没有去英国 没想过 花那么多钱 没想过去旅行 啊 遲些我们过来 读书 会理 纵然你说假话 不妨说这些话 给一些正能量对方 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大力 好处就是 你是很随意地 利用了宇宙里面最强大的力量 这个叫正能量 而这个利己利用 因为你的朋友走 你都是不高兴的 是不是? 其实心里面 又嘶嘶嘶言 又可能是觉得 会不会我都应该走呢? 会不会一世都见不到他呢? 可能他回来 但是可能他就此落地生根 那我可能未必有机会 这么神心 去花那么多 去到别人未必有空见你 所以你可能觉得以往 一年来 过两月 见了一面 一年总见几次面 甚至一两个星期 就会见面的老友 一旦来你们去 这个是很负面的事情 第一天就不要互相放负面的消息 或者放负面的情绪给对方 你知道我最喜欢吵架的那些 跑去的KOL猛的 说香港就死了 怎样衰 怎样衰 合理化的走 接着他真心希望你衰 那些人 是的 他叫你Patreon他 因为你不衰就证明他错了 接着你楼价还升 我不是说楼价会升 不过我说楼价有一段时间都没有 就是还有一段时间不用大惊大跌 是不是 这个就是正面看法 虽然是差了 大家都要走了 但是原来幸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还可以有计划安排你走 这个就是正面的想法 我不用扑走 不用太多惨了 今晚就坐飞机 走了才说 慢慢就算了 楼价有多少现金 有多少美金 就带着就走了 有些人要这样走的 那你就想 我不用了 我安排一下一年半彩 两三年内 离去都好 有些人说你不是的 那些负能量那些人 封关了 八月一号 诸如此類 雖然我不能够太乐观 就是说给你听 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未必关你的事 很多事情 很多人有些人不能走 有些人可能在政治上 可能是 可能是 就是共产党员带了很多钱 在香港 一定不能让这些人走 那些钱不能走 你自己那些 你自己不是最多 几百万到一、两千万 你普通中产 尤其是别的 自己看得那么重要 不让你走 抢了你的钱 几人休天想 如果你负能量想 就是想着这样 正能量都不是关我事的 看来都基本上也很难的 那我不用基因到这样 所以我就可以好 计划安排去都没事的 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理性的 那超级是理性的 好 我说危险是危险 是 危险在哪里 你count过了 或者你 其实你都趁了一百 不如早点起程 那这些就是理性的做法 而且是正面的想法 不断放肤给你 吓吓你 那些人是很认真的 但是这个社会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都不明白 但是也有很多人 喜欢听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要收视甚佳 所以他们继续放肤 那我得出的结论 就是说有些人 就是他情绪低落 其实他喜欢听到相同的东西 就是合理了他 他忐忑他走 他人也要走 那当然想听到很不行 所以要走的说话 或者他计划走 或者他已经走了 他都很希望听到香港开始 不行了 好不行了 好快好不行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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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家产 好快就 共产党快就 思想洗脑 新疆營 什麽人都说得出的了 他是好不是好 对他没有利益的 这些事情發生 但是他喜欢说这些事情 而有很多人喜欢听到这些事情 那这些人呢 其实就是将自己跌入负能量里面 很愚蠢的 就是自己想一想 我就提 为什麽今天讲这个话题呢 就是解释一下 我理解的所谓正能量的重要性 对你这个人的重要性 因为不但你这个人会健康很多 简单来说 你看我都很健康 你又好像觉得我 基本上是 我又不可以说自己 也有不开心 也有一样有 也有的 其实所有人都有 情绪低落 不开心 或者我们都有一些人无怨虑 必有近忧 都不是那麽理想的一个人生 是不是 都很多挫折的 是吧 不过挫折的事情 我就好好睡醒 就忘记 尽可能 尽可能把自己 放在正能量的空间里面 这个呢 这个呢 我是 就是 无意中自然形成的性格来的 为什麽呢 说真的有好笑 我刚才都说了 我们的社会 现在很富裕 每个人都 不行 心理很不妥 不行 很抑郁 看医生 旁边的人都会叫你看医生 看医生 有钱就去找私家 没有钱就去联系 排队 看精神科 都可以服务你 那你有些依赖 我们那个年代 痴痴痴痴 那年代 很糟糕 你开工了 臭小子 说那麽多做什麽 而怨份工不好 又怨辛苦 又怨没有前途 那样那样 做就做 很糟糕 那年代的人是这样的 接着你 什麽情绪低下来 快点开工 大小子 你那些人都没有太多事 那些人都不可以死了 那愿有想一下好的方面 自己会自己 心理学都有 就是 就是当一些 你不能避免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那你低落低落低落 大家都試過 低落很不行 情緒很差 極差 茶飯不思 突然間你會回頭 都不是這麼差 你的正能量開始出現 跟你這個人生病 你不理不治他 但他始終會好 去到一個極端低的情緒 人原來有一個本能 就會回到正能量 當然 這個是一般人的情況 也有些人去編輯 死固固 想不通 要是死了就跳樓 要是變成毒狼 近來有毒狼 那些負能量過大 無法回頭 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 給你一個定義 以真空能量為領 真空能量大於物 真空的物質就為之正 能量少於真空物質就為之苦 正能量有什麼好處呢 促成你的人不停向上思維 不斷去追求新的東西 追求生活幸福 追求好的東西 那麼有自信 有自我 活力 而且更有安全感 我的安全感是我的正能量 就不是例如共產黨保證 沒有人保證你的安全 全南家產 我得罪那麼多人說話 吵架人經常都 太多人告訴我 你在那裡死定了 快點就拉你 過禮拜一天 明天就拉你 拉你到時就算了 這個我不是正能了 我今天還是自由的 今天還可以牙刷 牙刷了 我自己的思維決定了我自己 我也是有安全感 明天你不安全 明天就算了 你沒有人留下我 我也有說過那個存在主義 凡人 你看存在主義者 比他們看梁天琦 是壞的 誇賤了 讀完大學這麼好 本來年輕人有為 人又聰明 這些人做哪一行都行 做AO都行 本來好像坐了幾年牢 虛耗光陰 然後一輩子被人知道你這麼有名的人 梁天琦 你找份好多的工都沒有 做茶沙廳 做一輩子都行 負面去看這個人就是這樣 最近 是不是不是最近看 一年前看過哪一篇 好像他是單獨囚禁 而他的囚室都放了書在那裏 夾級囚犯來的 不知道那些特別危險 那些給他房間住呢 那47人都沒有這麼幸運 每天都可以踢球 好像是這樣 我想 整輩子仍然被所有東西追著 被工作追著 本來這兩年打算什麼都沒有了 稿都沒有得寫了 有時間看書 現在每天搞幾條視頻 越搞越高興 所以看書的機會少 只能夠匆匆看 看了都是為了要做節目去看 就是這樣的人生 很不放鬆 這個負面的想法 正面的想法 你都老了 你再不剩下來看書 你一輩子都沒有機會看多少書 正面的想法 然後呢 我們再有一個新的 哇 你催我不穿 我這麼老了 我都還可以做YouTuber QL 雖然我一向都是評論員 但是拿幾百元稿費的評論員 現在不是的 現在 追到名嘴更好 追到這個名QL 那些錢還多 你肯騙人的 叫人Patreon 很多人肯Patreon 我才算了 不做這些事情 我夠了 我有自己一套存在主義者 我有自己一套生活態度 所以夠了 有一點點廣告就行了 人的自信來自我的正能量 活力 有一個理論的 講了這麼久 有一本書叫做正能量 那個作家叫做Richard Reisman 大家打正能量三個字 上網就找到一本這樣的書 可能我也有 不過沒有看得很詳細 那就是可以有一個PDF版 類似找到的 你不用付錢買 挺好 但是又不用全部看完 或者你看看完這個視頻 我覺得都得到一些基本的東西就行了 正能量相對負能量 負能量是什麼樣子呢? 自私 你知道那些名嘴 走了那些 差異 喜歡捉鬼 這個那個 沮喪 消沉 那就不知道他 他可能自己有正能量扶著自己的 你看一下 不過他負的那面就銷出來 整天他賣點 所以他就給你看到他負的那面 是不是? 那怎麼增加自己的正能量呢? 用自己的瀟灑 熱情 剛才講過 你自己可以試驗不到的 甚至你說情緒不好 走街了 見到那個小孩 見到那個狗 見到那個狗 突然對著他笑 那隻狗這樣磨你 它就拋一條尾走去 你心情都好一點 是不是? 就是這樣 你笑一下就行了 對著陌生人 當然你不要傻笑了 嚇狗想 但是你說比如表現友善 對著學校那個 保安 打個招呼 好嘛 早餐 用樂觀 輕鬆的態度 叫聲早餐 有時已經是一個簡單 就是說增加自己個人的正能量 這本書裡面有些小實驗告訴你 就是怎樣改變情緒可能是幾秒間的事 那這些是技術啦 這麼技術的東西我又不想講了 我喜歡講的簡單單單 大家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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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詳細看這本書 納一下就算了 因為我相信我又能夠理解什麼為之正能量 正能量是一個思維方式來的 而這個不是純粹是思維的 就是它的理論就是 在宇宙裡面其實有很強大的力量 你導它向正就向正 你導它向負呢 你就向負 世界就向負 所以人人向正 世界就興起 國運都興起 過了幾十年中國 六四之後 我用六四來做分界 本來就差的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鄧小平一美正能量不斷推呢 結果全個國家都有正能量 竟然有一個中興的局面 到現在其實這幾年習近平當政 其實負能量開始出現 國運開始向下 很有趣 正起來全個國家一起向正走 其實中國肯定沒有了 因為我們知道它裡面有很多問題 那些問題是掩蓋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是正向的 大家也都簡單的正向 正向的意思就是比如那個人 努力工作我就生活改善 事實上每個人都生活改善 因為它有7%的GDP 7、8這樣上了 這幾年跌了 現在很低的了 現在三四自己作的分分鐘是假數 已經是沒有經濟增長了 就開始出現那個普遍的人的生活開始下降 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一路上升的 一路上升的時候 大家都不想那麼多 大家就正能量出發就是了 香港都有過這樣的階段 大家年紀上了就知道了 70年代獅子山下的時候 雖然窮 60年代、70年代是很窮 但是每個人都很努力向正面想 所以整個社會都是有一個能量向前走的 這樣會淪陷了之後 97年過度了之後 一直向下不是一直向下 到現在更加近來是負能量大量釋放很多人 大量釋放 好像還有我這種傻子 釋放正能量就比較稀少 但是大家是不是覺得都好啊 為什麼喜歡聽我呢 雖然我有時是過份樂觀地說話 但是我聽到樂觀的都比經常聽到一些 哎呀 混蛋了 香港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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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你死了 你明天cancer發作 痛苦而死了 你都吵架他了 喂 我弄病你了 你為什麼吵架我呢 你為什麼放這麼多負能量呢 大哥 我都知道不妥了 我現在想一下怎樣 在不妥裡面找一些正能量出來 讓自己開心舒服 也都活得舒服一些 那做人是不是應該這樣 自己是這樣 你都起碼別人是這樣的嘛 很多人不是啊 自己可能正能量解決了 不過咦 我的聽眾喜歡聽這些壞東西 那他不斷放給你看 那這個有得解釋一下 我遲些才解釋 遲些 這個我要想清楚這個理論裡面 因為他讀哲學有看過 就是阿里斯多德那些 他都已經討論過 為什麼古希臘那些人 這麼喜歡看悲劇的 你都知道 你看沙士餅都知道 有四大喜劇、四大悲劇 逢是喜劇都有喜劇有悲劇 喜劇就是人人都喜歡看 你和我都喜歡 開心一輪這樣 一家大小 就是去看笑片 朋友那樣卡卡卡笑 但是有些人是喜歡看悲情片的 我小時候最討厭的 我小時候最討厭的 父母喜歡看 看啊看啊 楊乃姆、小白菜、梁天來 很多人都很慘啊 家春秋啊那些 那些 為什麼要我看? 你知道這些小孩子 往外被人監了去看電影 為什麼要我看這些電影? 為什麼? 那我就不明白 但是不明白為什麼他們喜歡看 然後哭了一輪 他們很開心 原來人的心理是喜歡 有時是喜歡 看一些悲情的事件 所以悲劇呢 在心理學來說 悲劇是有那個作用的 釋放你的情懷的作用 但是和悲劇和負能量呢 就是兩回事 因為你現在說 如果你看戲劇 純粹一個短時間釋放了你的 可能就是令到你的正能量升上去 噢 原來世界上有這麼混蛋的人 我不是很差 其實這個就是正能量思維 是不是? 好了 所以說 怎麼增加你的正能量呢? 第一,你要排除負面的事情 就是你的思維風向 向正面的事情 剛才說的表現完 就是你自己覺得應該什麼的 應該切 那你不妨大喊一聲 不可以的,沒有理由不可以的 就算沒有人 可能有人是沒有人更好 沒有人在你旁邊 發了神經 在你公司突然間大喊 我一定要升級 每個人都在看著你 瘋狂了 在我家裡 突然間 跟著你的情緒會好轉 試一下 不准你試一下 所以就這樣說 我沒有做實驗 不過我想自己有時候都會的 突然間 怎麼呢? 這樣呢? 這樣你就會影響到旁邊的人 這是一個好事 不要怕別人說你瘋了 怎麼呢? 喂 我們去抗爭現場 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是互相影響的 恐懼又是互相傳染 樂觀的情緒又互相傳染 勇武的情緒都是互相傳染 這個呢 其實這個很符合科學的 那個人的能量 能量是會影響那個宇宙 遠離你旁邊的人開始 一起樂觀 整個世界都樂觀 我經常都講自正語言 那些政治人物都是 所以 香港的政治人物也是最壞的 天天在哭 真是吵架 那麼 意志力 意志力都影響了 心理健康 自己安排自己 比較好的心理健康 控制自己的情緒 控制自己的情緒 就是盡量想開心的事情 第二 就多點愛 老套一點 心理健康 那你變成了 個人都健康一點的 所以有些例子 例如 老人喜歡養貓養狗 那些老人健康了很多 心理上會有很多 行為就會激發了 用活動去激發你個人的正行量 那我幾乎有了方法 我開心不開心我都會跑步 那這個非常之科學的 所以也都不要 我非常可以牙策告訴你 那種叫做 我整天都不記得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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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喜歡跑 你代替不到 但是如果有些食物 你聽過 會令到你比較開心的 就是吃香蕉 不是厭蕉 是吃香蕉 因為它有那些 吃朱古力 都是會令人開心 但是當然朱古力會肥 那運動就正好 當然還有有些人會打坐 就是Mediation 就是入禪定那些 那這個就要你自己 會不會練不練 那我的經驗就是 靜坐一會兒 一個人的情緒 起碼是穩定 很過癮 但是有些人越坐多久 越開心 那些老闆的照片 所以他為什麼每天都在打坐 原來他打坐 令到自己很開心 是可以的 我所知那些朋友 有玩這些 我自己不懂 用說服 就是用減肥 需要意志的 不是 對不起 意志力是重要的 就是有個說法 減肥就 三成是運動 七成是飲食 但是飲食 你控制自己飲食 其實是你的意志力 就是不吃某些東西 不吃肥的東西 不吃甜的東西 那這個呢 就一定可以減肥的 但是你的意志控制到 就是戒煙 戒煙百分之百是意志的問題 意志力呢 加強它 說服力呢 說服力呢 什麼呢 就是自己 一般人沒有 但是祈禱呢 祈禱呢 或者 綁條繩子 你看看 那些年輕人 綁條 打在頭那裡 日本人 必勝 原來是可以的 就是很有作用的 就是會自己鼓勵自己 自己說服自己 唸唸 口中唸唸的那些 很多運動員都有這個習慣 打拳那些 你看看 他出場前是跟那個教練 喊喊很好啊 有很多人都有這些 好像是儀式的東西 好像做戲那些 不是 做舞台劇那些 開戲啊 有時候會一起在那裡喊喊 這些都是方法 簡單來說呢 這本書有講快樂的能量是怎樣呢 吸引力要跟人際關係 剛才講過了 要對抗負面情緒 人要對抗 還有主動去打造你自己的 超級意志能力 是 就怎樣控制你的思維呢 激發人的正能量 這樣呢 就是 打造全身的自己 其實不用那麼複雜的 我常常覺得 是不是 這麼多理論幹什麼呢 就是一件事 正反合嘛 其實簡單的 辯證思維 一件事負面之餘 它裡面一定有些正面的事情 是不是 就是比如這一輪這麼多 很負面的整個政治氣候 DQ很多人要迫著辭職 走完不走之間各個情緒受損 但是你要發覺一旦決定了 走啊 辭職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了份工而已 沒有份工就是你找另一份工的時刻 可能有更好的出路 也都可能你 一時間找不到工作就休息一下 有錢就旅行 沒有錢就躲去 躲去 躲去到 去行山 看書 躲起來 諸如此類 平日你做不到的事情 可能因為你失業做到的 我的運動是 因為當年失業開始的 反正失業開始運動 開始跑步 跑幾分鐘 嘔吐啊 開頭 那就是因為失業 所以我開始 20歲的人 那時候 所以有時候不要 永遠去想 但是你為什麼要分手 你看 唯多你去公園跑步 下一步開始 變成得多走 你每天都去跑步 因此而有了得著 有了一個正面的事情 你永遠想想一下 一樣負面的事情 在後面就會有些正面的事情 如果你懂得這麼想 就怎麼樣 好吧 我們回到政治 為什麼我經常都說正能量 想一下老共現在這麼混蛋 這麼混蛋 他雖然會有些正面的事情 所以他有一個負面的作用 反彈給他自己 一定會影響他 他衰到盡的時候 就要反彈回頭 我始終樂觀就是這樣解釋 你看人類歷史也好 怎樣也好 你看哲學的理論也好 物極必反 去到極端就會反彈回頭 所以現在雖然我們處於一個負的地方 或者我們鼓勵在旁邊 起路去上街 如果你是支持我 我是支持你上街 那這個是正面心態 不行啊 上街被人打 被人拘捕 又負面 跟著不行啊 糟糕了 又負面 負面了又回去 我們還沒死啊 還沒坐牢 我還沒坐牢 很多人坐了牢 坐完了幾個月 跟著 跟著又怎麼樣 又這樣 可能下次又來了 很多勇武者有這樣的心理 你覺得他負面 他覺得原來這樣而已 坐牢而已 都坐了 他會變回正面的 所以永遠有些人生就是如此 大家吹了半個小時 所以 縱容自己個人幾差的環境 或者幾大壓力 讀書 又要做事 跟著又要 工作又不愉快 跟著又要死了 這個環境要移民 移民很複雜 很多事情 情緒一定會受壓 就是 等於當年而已 在香港 讀大學 沒得到 讀大學 雖然是校學學 好了 跟著 還想讀書 香港沒有了 或者我不喜歡 剛剛做了幾年 高門有一筆錢 就去外國讀書 洗夠了 讀了兩年 兩次 去了兩次 洗夠了 扔了三年 乾手整腳 回來再找 結果又怎樣 如果沒有這個客觀環境 就是我沒有 香港沒有什麼讀書的機會 如果那時候 開始有open learning 就是九十年代初 九十年代初 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 開始有這些 以前是不是很好的 是不是 你大哥 一個年輕人 我這樣的智慧 竟然沒有機會我讀大 讀大學 讀 postgrad 我好什麼 但是結果 就是因為這樣 人生裡面竟然有留學 現在我有錢 但是我好像沒有什麼機會 暫時沒有 本來今年去的 去年上去 前年都上去 結果拖著拖著 本來現在是防疫 接著 接著我不想走 因為現在這麼刺激 現在走人家以為我怕 我不想被人當我怕 如果說 阿伯你再出聲 或者抓了你 保釋一下國安法 你不准再說話 那我也沒得說 那我就說 好 行了 去留學 還可以有老人留學的有趣人生 那又是一個正面的事 是不是 不能再說話 但是我可以去留學 那又是正面的事 好 多謝大家 周末愉快